關於公立也好、私立也好的老師 的確老師這份職業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我們在澳門過去的文化組織包括法例 根本上不當老師是甚麼特別的行業 但是我們應該對待他們好些 因為事實上如果你想培養一些精英 不是老師誰會培養下一代 後浪推前浪我們是靠老師的 這是關鍵 我們聽到這麼多 我們在場很多議員都是老師教育出身的 關鍵包括了剛才蘇合議員所說的 第二條問題裡面一連串的刻薄的 苛刻的狀況 我希望師長真的認真去考慮 因為事實上裡面第二個條文就是說 每一年到輪尾 書面就寫了 有一份東西就會給老師 這份東西是一個無形的壓力給他們 令到他們如果收不到這件事 究竟我們的勞工法是否需要這份東西呢 你們可不可以做多一點 令到所有的私立學校沒有出這份東西呢 你簽了個合約 根據勞工法 九十日之前 或者六十日之前 你們就通知他們雙方究竟是否需要呢 第二 你們去過芬蘭 芬蘭是甚麼國家呢 對於教育呢 是一個行業非常之 市民非常之想做的行業的 受到尊嚴的 他們有一個制度做 是集體形式來去談判有關工資 我們那個基本法二十七條 今時今日 無論公會法或者集體談判 是沒有了去的 只有二十七條在 但是當你去使用 使用不到的 那麼這一方面私盡 你可不可以做多一點 令到他不夠將來有一個特別的法例 加上那個所謂集體談判 有一個集體談判 令到他們不需要單方面 跟一個大的機構去爭辯那個工資 爭辯條件 爭辯工作範圍呢 你們究竟特區政府 如何對待一些老師呢 老師很重要的行業 所以我希望 即所謂 每一天 即你們有個會計的制度 看看他們出不出 這些不需要做的 應該根本上 學校或者校董裏面的制度 應該依時出糧給他的 難道他不出糧 不出足 或者分期給他的 這些這樣的事情 可以今時今日 回歸二十年 還有這些事情發生的嗎 應該沒事的 那個工資 為什麼他們每一年都擔心有沒有做 其次呢 就是備課 因為如果備不了課 根本上呢 他沒有條件教學生 教學生 沒有條件教學生 變成學生出來 沒那麼好